各位觀眾今天來MOCHA聽我們的港台錄像論壇 我是今天最強熱產組織的木材 我是TIVF銀展的車展人 今天是銀展開幕 今天是銀展第二天 接連的九天還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那今天呢首先我先要非常感謝MOCHA 就是今年在基督片影展裡面 我們特別有一個港台錄像對話的節目 那也是因為MOCHA的協助我們才有可能在這裡贊助 那另外還要感謝的是香港的藝術團體Videotage 也是他們大力協助 讓這些藝術家可以到台灣來 甚至幫我們協調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在這邊先感謝一下 那我們今天這場有幾位來賓 我就先一一介紹 在我左手邊的是鮑埃文小姐 歡迎 他大概有三四個作品是在我們這次的展覽有展出的 然後第二位呢是馮美華小姐 那馮美華除了是藝術家的身份之外 他其實也有拍過實驗電影 也是車載也是藝術教育者 非常多種的身份 然後在我左邊這位應該大家更熟悉 這次他在那裡的構成 這次才的開播片 在那個大音頭一出來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那我們今天這一場 要討論的 我們可以把這兩場論壇合併起來看 就等於是上級跟下級 那在上級的目論 今天討論的標題 就如大家看到的 看起來可能有一點難 我叫檔案之眼 即時影像的類型編解 那為什麼我會定這個題目 主要是說 當這個展覽 他放在一個紀錄片影展的脈絡裡的時候 錄像如何跟紀錄影像 產生一種對話 那事實上 我們在春話展覽的時候 也試著去挑選主要是跟現實 或是紀錄影像 或是檔案相關的作品 所以有一些作品 他固然非常的重要 可是也許因為太抽象 或者說他跟我們要關心的這些主題 比較沒有直接關心 我們就沒有排除 我們就把它排除了 那另外就是這個展覽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標題叫做 不只是歷史文件 這個當然某程度上是說 這些神經的創作 video art 或者是紀錄影片 他們現在已經成為歷史檔案的一種 另外也是去回應 其實香港在去年 俗證回歸20周年 那時候中共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 說1984年所簽署的 中英年額聲明 只是一個歷史文件 那我們當時候 跟策載男生中在討論說 為什麼沒有其他的人 來回應這件事 那我就想說 既然我們作為一個策載方 也許我們可以針對這個事情 來做有點像一個主張 或是一種聲明 讓大家至少來回顧 台灣跟香港在80至90年 帶著這些錄像 然後也試著去對目前的政治現狀做一種表態 這個是大概是展覽的足周 我們今天大概會談幾個問題 好 我覺得就請大家一一聊 我就問一些共同性的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 不只是回到藝術家本身 也是可能回到錄像藝術的 在香港跟台灣的起源 或者是說紀錄影像在當時的重要性 我們今天聊一下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都知道 錄像藝術大概是從80年代初起 開始在台灣跟香港陸續的興起 在座都是很資深的藝術家 我們今天聊一下 就是說你們在 比這次展圖的作品歸例 你們在當時 為什麼會想說用一種比較記錄的方式 或是用錄像的方式來進行你的創作 我們先來聊一下這個問題 那也許先請正淑莉導演先好了 為什麼是我 因為你的作品歸例要是最大的嗎 對 對 可以嗎 就先聊一下我跟妳說 好嗎就可以 嗯 對 可是我是一個 嗯 可以 可是我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我覺得我是好像比較特殊情況 因為事實上 80年代我已經去了美國 因為我一直是在紐約工作 當然那個時候 嗯 在美國 在紐約我參加了一個 一個團隊 就叫那個指老虎電視 那時候也是真的是 剛剛這些小型的錄影機 就開始很流行 而且就是越來越少啊 反正你從 我想有不同的format 就是還有A 剛開始是哪一個A VD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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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然後是我們 而且事實上 我等於是 剛開始我還用過那個 HARBINCH的那種 UMAGIC UMAGIC OpenRail 這樣子 所以我是比較就是說 事實上 那時候沒有真的說 跟台灣跟香港有特別大的接觸 因為那時候已經在紐約裡邊 那我這次的作品 那個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 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 算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我有點像是那種 間別被淺派到中國大陸這樣子 去做這麼一個紀錄的作品 所以我實在是情況比較特殊一點 所以 但是你接觸到 11、12、12去美國之後 就是 對 也是80年代的 對 我想是從一個學電影的背景 然後 由於在拍電影的過程很困難 就是說 那時候還是35厘米的 我們也做過 就是從SuperA 新購A SuperA 16厘米 然後 就交片這個階段 可是我想就是說 當錄影這個 影片的出現 當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 非常 就是 A sensible 而且 affordable 的一個 medium 所以我想每個人 就是說 不管你是 業餘的也好 專業的也好 就是說 你慢慢就見到你 這個 medium 好 為什麼從鄭主力以前開始 是因為 他其實有點 比較獨特吧 因為他跳脫了台港的這個 脈絡下 所以我覺得 從他的經驗 應該是 他也代表了某種西方 在新奇的 一個藝術形式 好 那我們回到香港這邊 好了 郭妹妹 我說 我說 可能 Alan可以把得出 好 因為香港是 video art 在歐洲 歐美已經在六四年代已經開始 但是香港 總是別人習的 十二四年是不奇怪的 我們就是在八三年代 我想我和Alan 也沒有覺得我們自己是在做video art 我們就是把電影的 流動影上的概念 利用這個video 去技術去拍一些東西 所以 哪個時候我們不是video art 但是現在我們就可以再叫他做video art 然後我們怎麼開始了 因為在香港 我們就是八十年代的重慈 香港經濟比較好 所以就是Technology video technology home video 在八十年代的重慈 就進入香港 我們就 因為哪個時候同時 我們接下來都是派這個 Super-A開始的人類 就很困難去做這個 Super-A的衝音 什麼什麼東西 因為COTEX 日本的公司 也都離開香港 因為覺得沒有這個市場 我們就是 在這個時候video 要走進香港市場 所以我們就拿起這個video video的測試去創作 所以就是這個開始 但是video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的美學的技術是不同這個電影的 我們就發現它可以有不同的功能 譬如說可以不停的用一個 footage 所以你看Alan的作品 我的作品就是有這些 確實在裡面的 所以我們還有就是 我和Alan就是香港的 不好意思啊 我們就是 可不可以說是第一代的 不是啊 我們是很老了現在 它不老我老 但是我們這個時候 是很年輕的 我們就是 就是 比較別人走在前一點的 前一點點的 所以我們就 用這個路上去創作 我們就是 應該是第一 period內 去拿起這個路上的 camera 去創作 所以就 86年 89年 走的是三年的時間 我們就是不停的 我們就是 年輕嘛 很多 energy 還有就是 香港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了 譬如說 89的 北京的 避難的事情 很多這些事情 令我們就是覺得 v2是非常的方便 我們就是 當時是比較窮一點 v3 比較窮一點 就是取家就走 這個路上我們的 游行啊 什麼都是 但是 那種 即時性 immediacy 怎麼說 immediacy immediacy 就是 你應應就可以了 就是 不像這個電影 你要去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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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那是非常好 所以就是 這個就是這個背景 就是 我覺得那個時代 是一個非常的 非常的重要的時代 對我們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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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補充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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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補充 阿倫 我覺得 我們未必是第一代 或者 我知道 除了 馮理華 或者我之前 其實是 有些人 是 用影片做事 包括了 Danny O 其實也有些 是讓我們再做一些 做影片 但是他們 不是 好像我們這樣 因為我們是 由電影走過 影片那邊 所以呢 就比較 專注一些 我們會繼續 會去explore 影片各種的事情 那 比如 你現在來 大家看看 你先講 你先講 幫人 醫師家覺得 我們不一定是第一代的 錄像醫師家 因為在 阿倫跟阿倫之前 其實也有一些人 在做錄像創作 比如說 榮葉正老師 但阿倫跟阿倫 他們是從電影那邊 走過去 Videos Art的 錄像醫術 所以他們會比較專注 去發展錄像 而且去 去拍拖錄像的可能性 我覺得 我第一套的作品 其實都是一個 用紀念錄開始 因為我們不是做一些 後期 或者是 一些特別的 性格感 所以都是一個 紀錄 我紀錄了一個展覽 其實昨天看《上山》 我都很感動 因為 那個導演是 陳耀琪 陳耀琪 他就記錄了 三個朋友《上山》 的過程 中間都有一些 訪問 然後就有一些 訪問裡面 也有一些 我覺得是有些得著的 但是我自己做紀錄的時候 因為我是不喜歡拍人的 所以我是很刻意 我是紀錄一個 裝置的指南 但是對我來說 這個紀錄其實是重要的 因為我還在想著 我在摸索 究竟Videos可以給我做的紀錄 很痛 當然我不是比電影 而是比電影 而是比電影 因為Videos可以做很多 特別的效果 跟一些已經有 特別的紀錄分別 我就是在想著這 所以我那個紀錄片裡 我中間很大量的黑色 是沒有光 因為電影是用光 Videos其實不是用光 所以我一開始 有四成的畫面 都是黑色 而黑色就令到畫面 全部都是有顏色的 內容 巴爾耶穌佳 他第一部作品 是一個紀錄的起司去做 我們是強調後期的 其實他昨天看 在電影的拍幕的時候 有一部電影 是由台灣的導演 曾要起去拍的 中間有一些傳査一些 即時的訪問片段 然後整個片子 是形容三個年輕人 上香的一個過程的紀錄 那他覺得也非常感動 而且有就是有收穫 那回到他的第一部作品的話 他因為本身他做紀錄 他是很有興趣 但他不太喜歡紀錄人 所以他第一個作品 其實是去拍一個裝置展 那這一個作品 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在思考的是 錄像衣術怎麼要去做紀錄 因為錄像衣術 一般來說 是可以做很多的特效的 但在這個裡面 他就不是用強調特效 而是在那個錄像裡面 他有大概40%的部分 是用全黑色 因為他的思考是 電影是用光去做創作的 所以他就去想說 用錄像衣術的話 他就用這個去做常識 然後在黑色裡面 他那一批的黑色 變成就是有一點 顏色的噪音 聽我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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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噪音來 來 我想保重一點 我想保重一點 就是我開始用這個錄像的時候 是用了它的長度 因為當時的VTRS可以一個小時的 不停地去錄影 但這個是非常不可以的 三分鐘就完蛋了 所以我第一部的錄像就是叫 是一個多小時的 就是兩個女子的紀錄片 完全是紀錄的 就是 A Second Sex 就是我第一部的錄像的紀錄片 好 謝謝 那 喔 好 OK 香港的脈絡 我們大概 大概有聊到一些 那我們最後再請王志章 他是綠色嫂子的代表 綠色小組的這個作品 綠色的電視台開播片 他在這個展覽裡 算是一個很獨特的選擇 因為 當年這個影片的誕生 也不自取為錄像 甚至他也不太像紀錄片 不過 綠色小組他當時是確實拍了很多 所以我們也請 好 把大哥先幫我們聊一下 當年他們在用這個Video的時候的一個想法 好 那 就像木柴也講的 在80年代綠色小組成立 拍了其實相當多的影片 大概 總是有三千個小時 為什麼能拍那麼多 剛剛鳳梨華也講的 便宜嘛 方便嘛 所以能夠做到那麼多 那 再回到 剛剛木柴講的綠色 沒有錯 其實我們綠色在拍這些 我們的作品呢 我們 事實上 我們並不是從 藝術或者什麼樣的思考去出發 那 基本上我是從 我們是從一個 從一個運動的角度出發 我把它當作是一個工具 當作是一個運動的工具 那 談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可能就要先從80年代 那時候 台灣的 就是說整個社會的氛圍跟政治的狀況 先稍微做一點簡單的 讓大家了解一下 台灣是1987年7月15號解緣 台灣是經過長達38年的戒嚴 到1987年7月15戒嚴 那綠色小組是在86年底成立 那我們一直到90年結散 那五年的時間 就是剛好是在台灣正式社會的氛圍 整個正式也正式最波動的那個年代 那 我們那時候做了相當長時間分廣 很廣的一個紀錄 那 所以 為什麼這麼做 主要就是想要突破 突破當時國民黨 當時就是國民黨專政嘛 突破國民黨的言論治理的限制 因為在解緣前的時候 解緣前當然是以報紙來講的話 當時報紙大概就是固定幾家報紙 什麼時報啦 那個 中國時報 聯合報啦 反正就是你 除了原來的報紙以外 你不准再申請任何一個報紙的發現 那電台電視台 它更是不敢 不敢開放 因為電視台的那個 它的影響力 它的快速的傳播 是它無法控制的 那國民黨它希望把這 這樣的工序一定要掌握在它的手裡 所以在解緣前 這個就是在戒緣時期是被限制的 那解緣了以後呢 解緣了以後 應該這些言論治理的這些報紙 什麼這些應該都打破了 沒有錯 報紙馬上可以發行 報紙馬上就可以發行 那但是呢 錄影帶呢 就是說電台跟電視台呢 不准發行的 它還是不准發行 那你不是你已經解緣了嗎 法律上是允許可以的 你可以申請的 可以申請 可以申請一個電台的 它的理由是說沒有頻道了 沒有頻道了 其實當時電視台台灣 那時候連公視都還沒有 就是三台 台視 中視 華視 只有三台 它跟你說沒有頻道了 它永遠跟你講沒有頻道 一點辦法也沒有 你沒有辦法跟它爭論說有啊 怎麼會沒有頻道 偏偏我們律上是比較高拐 他說你沒有頻道啊 當時有一些反對黨 反對運動 天天在吵 吵到你就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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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人國民而偶騙你又怎麼樣 就是沒有頻道 那我們就想盡辦法 偶先講 偶先講的就是說 我們參加之後 我們參加之後 你騙人有來了 那我們就是 就是不信邪嘛 而且覺得說你反對黨 大家一直在爭取這個言論自由 但是它就一句 我們沒有頻道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我們知道絕對不是這樣 我們就是要突破它說說 偏偏就是有頻道 所以我們想盡辦法去 在1989年已經幾年了 兩年多了 1989年的年底 我們成功的發射了 無限發射 做了等於是台灣的第四台 應該算是第四台 1981 1989 1989 1989 12月29號 這家電視台叫綠色電視台 它的壽命只有三天 那它的能夠發射的範圍 大概兩公里到十公里 到四公里 這麼小小的範圍 但是這個 這個都沒有關係 它是一個象徵的意義 它只是 錯過國民黨的謊言 你說沒有頻道 偏偏就是一個 我們當時就是 出去宣傳車出去宣傳 跟台北人一種交通 那時候是在板橋 板橋發射 板橋那附近就好 那個電視台 那時候電視台 還是可以這樣轉的 台式 中式 華式 就這樣轉的 不是用微調的 台式 中式 華式 你再轉一下 就是綠色電視台了 總共就是三天 三天 很有趣 很有趣 我們做了一些節目 其實我剛說 不知道怎麼做節目 所有的節目都拿出來放 不夠放 我們以前拍了很多影片 一直重複著在放 不知道做一個電視台那麼辛苦 把左邊也都一直在放 但我剛講 這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象徵的意思 那綠色呢 我剛其實跳過了一些 那綠色其實 我們的做法 我們做法 我說我是把 綠色這東西當作是一個 一個工具 所以因為我在之前 就是我一直是在 檔外 檔外雜誌工作 檔外的雜誌 檔外雜誌是蠻恨火的 但是呢 你檔外雜誌 常常會被禁啊 你根本 甚至連 那個 那個 印刷廠都走不出去 在印刷廠就整個被 被圍剿了 就整個 雜誌都被爆走了 市面上都看不到 常常被禁 常常被禁 所以你寫了再多 或你印了再多 萬一看不到 你買 你書你買不到 你要特定的書爆灘 然後有一些老闆 你跟老闆手 你來了 老闆你的椅子 他做一個箱子 打開裡面拿一本 所以你這樣子的傳播是 你也不夠廣的 也沒有辦法持久 那後來我是很偶然的機會 很偶然機會去 1984年台灣發生了好幾次的礦災 礦災呢 世了不少人世了 上百人 三次的礦災 是上百人 那有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礦牧是植物人 那是很慘 那我去 我去 我去 我去醫院採訪 醫院採訪 覺得那些植物人 那不可能好 不可能好 很慘 但是我們在報紙上看到 就是說 報紙都寫說 這些碰空的情況越來越好了 可能馬上就要出院了 奇怪 怎麼會是跟我看到完全不通呢 那當我拍了照片 然後文章也都在檔外雜誌出去了 那我知道這局對不夠 回去以後我就 一直在想那些碰空的狀況 很慘啊 因為醫院真的就想把它提出去嘛 你在這邊只是會站一個床 你不會好了 不會好了 不會好了 那原來這些記者呢 我問了這些家屬 這些記者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過有記者去過現場 到醫院去 那他們這小小小孩 打個電話給醫院的公關 公關就跟他怎麼講 他又怎麼寫 就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事情嘛 那我才開始去思考 才開始去思考說 是不是可以用 用VDO 用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才 才去想辦法 去拍了一個 短片 我一直拍了一個短片 大概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吧 就是去醫院拍啊 去醫院拍 不太容易拍啊 那時候 我拍了一個病房 就那個TAB去交給家屬 就換一個病房 然後他們兩個分 分開這三家醫院 都去跑了 沒錯 我跑到最後一家醫院的時候 到最後是被醫院的警衛追啊 連這個拍這個東西 都不被允許啊 在當時 好 這個東西 一剪接一 播出去以後 笑得非常非常震撼 非常震撼 包括一些記者有去看 他們自己都下海跳 都很感動 那我就更確定了VDO 他的強度 在運動上 我希望他把它 吃在一個打包運動上 可以當作是一個工具來使用 他不只是打包不應該只有一支筆 運動不應該只有一支筆 寫個雜誌 或者說選舉的時候 一張穿單而已 不是這樣子 可是呢 很貴啊 這個東西 所以想 是這麼想 那你沒辦法去實現它 一直到 85 1985 1985 1985那時候 Holidio Sorry F1 5萬塊 哇 可以耶 5萬塊好像 還可以 噴個臭一臭 買來第一毯 買來第一毯 開始 開始 就是有趟外活動 紀錄 紀錄 那 86年 也有個選舉 民進黨是86年的 1986年的 9月28成立的 那 年底呢 就有一個 一個大型的選舉 中央明代的選舉 那我想這是 歷史的一個 歷史的一個 一個選舉 兩黨 第一次兩黨的 選舉 所以我很想把它記錄下來 那時候就再去找了 找了李山聰 找了富島 所以我們三個人在 那個時候成立 叫做綠齒小組 開始拍 一直拍到90年 在這期間呢 我們是 真的是透過 我們 我們的錄影帶 是走向民間的 我們是透過攤販 透過攤販去罵 然後我們是不定期的發行 不定期的發行 有兩種東西在發行 一個叫做美麗島新聞 怎麼發行呢 是八級吧 我忘了 另外叫綠色專輯 好像七級吧 那這些就是不定期的 不定期的 我們新聞的東西 有些大的實踐 或者說街頭的活動 社運的活動 我們就剪接 長長短短不管 大概是120分鐘 我們可能100多分鐘 有了 我們大概有時間 我們就發行一次一次 長短故意 長短故意 那這幾年呢 一直到90年 我們就是做這樣子 總共發行了這麼多東西 大概片子總共剪接好的 120、30支 數量算不少 數量算不少 那綠色電視台 是八九年底成立的 這是綠色電視台 等於一個成立的一個 讓大家宣教一下 所有的都給採 好 謝謝老師 那剛剛麻煩提到說 事實上你去看這次展出的 很多台灣的作品 他們都是針對當年 就是八年代末期的媒體封鎖 那試者要突破這個封鎖 所以也把剛剛麻煩講的 就是說Videon做為一種工具 做為一種傳播工具在使用 但我想要也了解一下 香港的狀況 譬如說 我們都 我們在這個展覽裡面 列了整個事件 譬如說1984年的 中一年的聲明 1984年的天安門事件 它是我們這次 算是策展熱術的一些 時間點 但我想要還是請問 鴻梅華跟Ellen 就是 在80年代的時候 你們作為錄像創作者 以這次作品來說 你們 當時最關心 或是會影響你們 比較大的事件 會是什麼 尤其你們剛剛提到說 事實上你們也是有意思說 Videon這東西 可以作為一種紀錄 對 可以解釋 謝謝 其實 八四八九的年份 對香港是很重要的 不過 剛才鴻梅華都提過 我們是一個經濟型的城市 其實 Home Video的彈性是哪一年 所以如果我們用政治事件去講 陸像的歷史 如果我們用經濟的角度 哪一年我會有第一部錄影機 其實是1986年 所以我記錄不到1984年 我最多也可以5年多 1984年 1984年 對香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但像剛剛鴻梅華有提到 香港是一個非常激情的城市 那談到家庭錄像 Home Video在哪一年成 就是開始的話 在香港會是1986年 會有首屆的錄像的藝術節 然後那個 就是我們可以跳坡 政治事件去思考的話 從錄像的經濟去想的話 也可以去想說 像Alan 他就是1986年 擁有第一台的錄像的那個攝影機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 去看他的起源 當時我們如意的很不同 因為在80年前 我們開始在我們的 這個 開始是個政治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還是 那時候我還是用Super-A的 我自己都派了一個Super-A 叫 Zoom Collage Manipulation 這就是一個電影 就是用Zoom這個特色 高超 就是我們香港的中國的銀行 還有就是我們的立法委 兩個Intercard 做了一個Super-A的片 就是Zoom 因為Zoom Manipulation 就是抽中 就是我的含意就是說 就香港政府 還有這個大陸的政府 就是在操縱我們的 我們人們的 所以我是有 沒有用錄像 但是我有用電影去 圍應哪個時候 香港的政治上方面的 就是開始的一個改變 我想我們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都有拍過超白的 所以其實我去 Approach video的時候 其實我整天都是在想 其實我是用的一套什麼的 語言或者一套什麼的語言 那我就 就算是拍一些 不能拍的 或者就算是用一些 圖像是 同政治 是有一個政治的動機的話 我都會盡量是 可能是拍得比較有思議一些 Ellen在剛開始的時候 也有拍過超吧 然後在做路上動作的時候 他也很常在思考 到底應該用什麼電語言 或是更準確說 應該用什麼語言去做創作 那所以當他去使用到 或派設到一些 有政治動機的底下球 他也會不斷地再反省這一點 好 那剛剛大家談到了一些 那接下來 我有一個 連續的問題 其實會請政主力來回答 就是說 他在這次的展覽裡 是唯一一個裝置藝術者 是無頻道的 可是事實上他的內容 你看他的藝術情緒 就蠻當代藝術的 可是他的內容 基本上也是回應了 王志昂剛剛講的 關於媒體的關係 那詳細真主力來 聊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什麼時候 意識到說 錄像也可以是 一種紀錄 或者說他甚至也是 可以突破媒體的一種工具 以這個面子來說 事實上在八十年代初期 在紐約的時候 我已經加入一個 在紐約的一個團隊 叫做 團體就是叫 紫老虎電視 紫老虎電視在那個時候 我們的標語是說 就是要 debunk the mainstream media 就是說 怎麼樣去 deb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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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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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的角度 另外一個 用我們自己的 手機 錄像機去拍 我們怎樣 可以有個對抗的 不同的觀感這樣子 所以在那時候 Paper Tiger TV 而且我剛才 我很感動 就是剛才像你講的 就是1989年 你們開創的那個 綠色電視台 那時候我在紐約80年代 是這樣子 就是說 事實上政府已經開放的 一些頻道 就是叫那個所謂的公眾 Paper Access TV 所以就是等於是公眾 和有的一個頻道 其實也不止一個 就是說 他那時候的觀點是這樣 政府的觀點 以及這些 事實上也不是說政府 就忽然間就給你 事實上也是有一些這種 就像我們這種 Opternity TV的 就想要有一個頻道 想要有一個頻道 就一直去爭取才爭取到 那時候的觀點是這樣 那時候的觀點是這樣 如果政府在這個 在Lay down這個 TV cable 的時候 需要經過公眾的道路 對不對 因為原則上一個 城市的公眾道路 是公眾 公眾的是屬於public 那如果政府在那個設 cable的時候 會經過這個公眾的道路 那表示說公眾也應該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些頻道 所以這個是非常大的理論 就好像說 有點像說我們覺得說我們應該有頻道 就像我們應該可以喝到自來水一樣 而且那時候就很鼓勵 就是說不管是藝術家還是就是不同的社區團體啊 什麼都需要 就是說你一定要去利用這個頻道去廣播去廣播 因為如果你不去廣播的話 可能政府就會把它關掉這樣子啊 所以那時候是一種蠻Urgent的去說 Urgent有一種緊急性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掌握可以做這個頻道 怎麼樣去做電視的機會 對那時候主要不電視 我們就比較把自己稱為是所謂的handmade teaching 就是手織電視台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子 因為你想想說 那個很多電視台啊 做一些很很效果啊 什麼的graphic啊 什麼都是機器啊什麼的 那我們因為我們就是手織吧 所以我們每次都是寫大字的那個畫個圖 就是說做作為好像說開頭的那個 那個開頭的那個開頭題目啊還是 我們通常還有一個習慣就是說 在結尾的時候我們會列出說 這個電視做這個節目只花了兩百 兩百塊美金 兩百塊美金 因為花了多少錢買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 就把一項一項的經費會列出來 所以我們標榜 現在台灣很流行嘛 手織嘛對不對 你看我們那時候就多流行 所以就是手織電視這樣一個概念啊 那我想後來我去到中國 在六四這個為什麼是變成五個頻道 就是說一方面這五個頻道方中 一個頻道事實上是美國電視 那時候就是轟轟烈烈 就是一直在報導一直在報導 一直在報導天安門的事件 藉由衛星轉播 那當然美國有它的利益在考慮 那季辛吉就講得很清楚 好像說如果這個中國混亂了 那我們很多生意都做不成了這樣子 所以我大概就好像截取了一小段 就是報告就是好像從美國電視 從外面這樣子來看中國 包括他說 用衛星轉播出去這樣 那等我自己到了中國以後 我想我的重點就是放在說 學生的觀感vs對抗政府的觀感 所以為什麼其實這個 後來裡面的四個頻道 就是很很均衡的 就是好像學生vsGovernment這樣子 那另外兩個頻道就是有一些是5D的 有一些是一些好像評論一點的 屬於 也是因為後來那個整個裝置是在美國放棄 所以我必須加點那個英文字幕 可是就把字幕做的比較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才變成一個文革頻道的裝置 好謝謝 那我們回到這次展展的作品來聊 就是說夏孟美豪的作品是 他說為何是我 程式影像 這幾個 這兩個作品基本上會跟所謂程式 非常非常有關係 甚至在程式影像 他也引用了一個學者阿巴斯講的 唯有即將消失的東西 才會變成影像 他有點像 我們現在是彈的 A-Secune或是電影展的這樣子 那夏孟寶 我們舉例 譬如說兩岸五道口 他的影像其實是在家裡所拍攝的 甚至拍攝電視機 還有你可以看到那種 然後影像他這次的感色 董珍請你們兩位談一下 就是說 以這次展展的作品為例 我們先請馮美華 好了 好像你的作品總是呈現了一種 茫然 然後無錯 或是對歷史失去感覺的那種狀態 你在創作這兩部作品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心情或者是想反應的東西 好的 離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就是不知道 我現在的醫生裡 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影響到的說話 不過 他的作為和社我 這個品質應該是 他的出身應該是 因為有一個德國的路上的 一個藝術家叫Hotmund Young 他和這個 香港的歌德學員合作 來到香港 就和我 Ellen 當時比較活躍的 Videomakers 就是一起去做一些工作法 但是Hotmund 他們想我們嘗試去做的就是 走進我們香港的歷史的 什麼類型的可以 電視台的 我們的公共檔案 這是理由 可能去到的地方 找那些歷史的路上的影像 不一定是藝術的 就是什麼類型的可以 就要我們去重新去探訪那些影像 然後在哪些影像裡面 找到一些空間 我們個人不同的當然 去回應 去創作一些影像 去做一個作品出來的 原來的背景是哪個樣子 當時我是三十多歲 所以那個時候 有兩件事情比較困擾我的 就是我自己的身份 女性的身份 還有就是香港當時的 進居的 進居的情況 因為就是這個路式的事情 我們就是感到非常的不開心 非常的 重生 創造 我們想到時候 有一群的藝術家 都是在想 出門有什麼room 我們就是不可以 就是在北京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做不了什麼事情 我們很會 很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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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香港的語言 很富裕 悲觀 悲觀 悲是在講是很悲觀 但是還是要做的 所以說實上 我們就是有很多的反思 就是反思自己的身份 還有中國的身份 但是在香港當時 經濟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看到我的影像裡面 有一些建築 但是 現在也是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1989年還沒有 違規整個大陸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公共的 architecture 建築 是英社的 英國的 所以 我們就是在離開英國的影響 但是我們在進入一個什麼的時代呢 什麼的空間呢 當時就是我自己想的 也要看到我 有一個image就是 一個中國的廟宇 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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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宇是一個非常全種的 中國的一個 icon 所以我就是在 我們身為中國人的身份 在香港當時的這個 城匡 在未來 還有就是 我自己作為一個女性的身份 就是 我的英美傳 王安川西 在那些 歷史的影像裡面 找到一些女子 就30年代 40年代 她們就是 被人去看 就是gaze gaze gaze 對 就是 女性就是不停的 gaze 人去看 所以 從歷史上 我找到很多解釋影像 還有 我就一直 在我一個朋友 就做 send out 她 就是在街道上 她就是 她在成長的東西 但是 她就是被人看著 就是這個 我整個 路上的一個 呈現 所以就是這個 還有就是 但是 城市影像就是不同了 但是 經過路線的事情 我們 很多的反思 在上了很多的 不同的朋友 要拍攝不同的東西 當時我還 永遠 正式上 我們兩個 就在想 去做一個作品 她沒有 她沒有怕 但是她和我 談很多 在概念上 我 把一次都是整 我就給她看 我們就談論 然後 還有就是 她認識這個 Ebbott 香港大學的 比較文學的教授 她是非常 關心香港的 現代的 甚至 神威文化的 情況的 她就寫了這個 文本 她練了這個 文本 是一個 chapter 所以 還有就是 Danny給我 提到的 心音 就是 DM的音樂 所以我主要是 把影像 一切一切的不同 去改 去Edit 還有就是 我用自己的影像 譬如說 有一些影像 當時 匡議 中國的 泥龐 泥龐的 我們叫 香港非常的強烈 當時 對這個路 是 我們 52萬人 就是走到街道上 非常的多人 我拍了很多 我自己 我就是 用了這個 就是 把一些 新聞性的 footage 加了我 汽車的 footage 還有就是 Apple的 文本 還有就是 音樂 就是扣成了 這個 誠實的影像 這個誠實的影像 在我來說 在我和 任理個人 可以保住 我們 就是 神講 我們怎麼去看待 這個 英國再離開 中國再來的時候 還有 還有就是 六四的情況 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感受 還有我們的 印度 是 我自己就是 不 就是 反對了 就是 反對 中國 沒有辦法 這是沒有辦法 因為在 在六八九以前 沒有放上我去 中國 希望的 對中國 因為我是希望玫瑰中國 但是 八九發生這個事情 我完全 幫苦 這 這 完全是上訪 對中國的 感情 所以也沒有辦法 但是 這個很好的 就是我自己可以放棄 還有就是 和別人合作 就是 做了這個 專門 好 那 Alan的這次選映的作品 有 譬如說 《賴安》 《舞蹈頭部領袖》 跟 《超主你OK》 其實這個都是 大概1989到1990年的師父做成功 所以 也可以說他在這一年來 有非常多的產量 那我們請他聊一下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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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89年其實是因為六四事件 是換成了 我覺得是很多香港人 對 原本就是政治冷感 對歷史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對於歷史的情感 對於歷史的情感 因為本身是政治冷感的 然後對於歷史無感 而且覺得香港只是作為一個他將詞的地方 我覺得 因為我們開始是86年 你剛才都記得我說過 86年其實我們開始真的很認真地 我們開始拍六張 89年其實 應該說是 阿美都看過了 就是我們有一個工作坊 是跟一個德國的 拍攝師 去一起做 拿一些 我們是公共辦公室 即是叫公共辦公室 公共辦公室 是港台的一個 即是現在港台的一個 一個 好像文章的地方 就是五六十年代 甚至再早期一些 是 有人拍關於香港的 應該是非林 那些 就是非林來的 他就轉了做 Vivo 應該是 給我們 可以用 開放給我們 在一個很特別的情況之下 就是 戈德 是很 很 proud 他都告訴我們 我很辛苦 才找到這些片 你用吧 其實 在那裏 我還記得 是有1967的 1967其實 對香港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政治的事件 因為那時 那一年是有暴動 但是 當然我不是選擇 1967的片 但是我就不得不選 會有人選擇 1967的一個很政治的紀錄片 去做它的二次創作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用一個新聞片 或者紀錄片 去做一個二次創作 我覺得就不是最挑戰的 所以我真的沒有選擇 我會用 剛剛開始的時候 發展人也有提到 1986年 是他們真的開始 認真拍錄像 藝術的一個年份 然後剛剛妹也提到 1989年的話 就是 在香港有一個工作坊 是哥德權那邊 帶一個 德國的影像創作者 去帶領大家去拍的 然後當時他們就是 真的很驕傲的跟大家說 很辛苦 他們才找到 才找到一個影像答案的來源 就是 Public Record Office 然後那一個 公眾的資料檔 現在其實已經延伸為 香港電台的一個 像圖書館的概念 那它裡面的素材 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年代 或之前的 香港影像素材 主要是以底片為主 然後他已經轉換成 就是 數位檔 可以開發給公眾使用 那他 Ellen有記得當時 在裡面 他其實有看到 1967年的影像 那這個對於香港來說 是非常特別 因為在香港 在六七的時候 有發生六七暴動 那當時工作坊裡面 有一些成員就選了 用那個很新聞性 很紀錄的那些暴動的影像 去做二次創作 但Ellen就採取另外一個路線 他覺得 他反而避免去選那一個片段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的話 他聽你的挑戰事情 除了挑戰性之外 我就覺得 去講歷史 我不一定要拿回歷史 那個影像出來 因為其實我是說 因為這個工作坊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 令到我本來是一個 都挺自閉的一個人 突然覺得 原來我不是只是 拍攝不是 只是拍攝給自己的 我初以為拍攝是拍攝給自己的 其實我會拍攝影像 做日期 日記 原來拍攝影像 可以面對群眾 面對社會 還有面對歷史 政治這些課題 在那裡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完成 所以 所以 除了沒有挑戰性 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Ellen覺得 講歷史 我們不一定要用歷史的影像 那那個工作坊 對他來說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因為他本來是比較自閉的 他覺得拍影像的話 就是拍給自己看 他會一直有在拍一些 video diary 一些錄像自己 當參加了這個工作賣後 他發現原來 錄像也是可以面對群眾 面對社會 甚至是政治跟歷史 我會不會 現在拍了一些影像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都喜歡用別人的作品 或者鐵詞創作 用別人的已經有存在的 有的一些影像 但是我如果 將它變成作品之後 我就覺得它已經是一個 document 那這個 我自己都會覺得 它是一個歷史的 document 所以我現在 經常都會喜歡用一些 是我可以找到 就是我不想在香港笑實 因為其實我想 那個基調 由八九開始到現在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相信 過中國政府 那我覺得 我做很多的作品 我希望我都可以 是取材回香港的一些 即是影像也好 或者一些 object也好 來擺到自己的作品上 讓它變成為一個 歷史的記錄 其實從1989年到現在 八百人的創作 都是喜歡用別人已經有的 一些影像去給自己做二次創作 然後他覺得經過這個過程 其實這些影像 它就會變成歷史文件 像從1989年到現在 他一直都沒有相信過香港政府 他也不希望香港會消失 所以就是一直很努力 用香港的影像 以及物件去做創作 好 那 所以我們看到 八百人的作品 譬如說像 《孤立秀》 其實他也是用某種 當然他挪用了 李童的影像 可是他也請了很多的藝術家 來扮演他 變成一個遊戲 他是相對更幽默的 可是像藍呢 他是 也是用了很多戰爭的影像 但是他配上了一個音樂家 我們的演唱家 Lok的音樂 吹死吹死 那 可不可以請你再談一下 你 像藍他是極度愛上的 可是像孤立秀 卻是一個 非常威脅的 動作 藍其實是 我是 開始的時候 是做video diary 我都說 我是比較自閉的 所以呢 本來是做給自己 或者是講自己的生命 因為你都看到裡面 會有些X-ray的影像 因為我在EU做的 其實那些都是說 我自己會 比較慢身的 我自己會見到的影像 但是因為在八九 我就把這個計劃停了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我已經死了 那時候 就好像跟著了學生 那樣死了 我覺得很傷心 那 所以那個基調 你說是很悲觀 很傷心 其實也是 我覺得 我等了你 其實藍這個作品本身 就像剛剛 書家講到 它本身蠻自閉的 那個其實是一個 錄像意記 是記錄自己的生命 還有拍給自己看的 但你也開始看得到 其實它裡面的影像 有一切是X-ray 因為八百人本身 也在醫院工作 所以它裡面有採取一些 比較貼近自己生活 會看到的 平常會看到的一些影像 但後來到了1989年的時候 它的這個創作就暫時停了 因為其實它覺得當時 它自己已經跟著學運的學生一起死了 所以你說那個基調是悲觀 安傷的話 沒錯 所以我 用了他們 去鬥爭的一些 就是我在新聞裡 看到的一些 影像 我把它變成做一個舞台 是放在舞台上面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跳舞的 好像是紅文魚 他不是跳舞 黑紅文魚 是幫我 在前面 是 我用一個影片 紋魚 用一個纖白的 影像 影像 很亂的影像 好像下雨 好像很花的影像 質感 然後在前面 它就在跳舞 就好像槍龍彈雨 然後它就躺下了 其實是 這個所謂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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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最尾的 摩塔 就是用了 這個 這個 摩塔 影到 摩塔 是完 因為學生 在島地 變成 當時新聞上 八九的時候 有一些 聲音的影像 然後 伊督家 他們鬥爭的新聞影像 化成 一個舞台的 做法 邀請了 也是這一次參加 另外一位藝術家 毛文玉 他是 霸雲的朋友 然後就請他去跳舞 然後後面就是 霸雲人去做 超巴的一個投影 然後是一些很花很亂 像下雨一樣的影像 然後出來的質感 都很像在 就是一堆 很多 槍身的一個狀態的感覺 然後 毛文玉在前面跳舞之後 就跳到一個程度 它就倒下來 就是這樣 謝謝 那剛剛提到 譬如說 九零年代 前期 大概八九六四 對於香港的影像 是非常非常深的 可是在台灣的作品 我們看到這次展出 也有一部片專門在討論這個 就是 王居傑跟鄭屬立的歷史 如何成為傷口 那有一個很巧妙的連結 是這部影片 在當年 製作完之後 其實它的發行 是給綠色小組發行的 那 到底八九 因為 剛剛那個 黃之章提到說 其實他們 當年 綠色小組大部分 都是在突破媒體封鎖 然後把影像 作為一種 抗爭的工具 那 六四 對你們來說 是有特別的影響嗎 對綠色小組 其實六四來講的話 在台灣 當然是一個大的事件 大家都很關心的 因為去台灣那時候 也其實當解嚴嘛 當解嚴 所以對這個事情的話 會相對程度的更加會去關心 所以 當時的 主流媒體也有過去拍 回來以後 他們也辦了很大型的活動 在那個 那個 蔣家廟那邊 中正廟那邊 辦很大 我們習慣這樣叫 中正紀念堂 你叫什麼 蔣家廟 蔣家的廟 那在 或者叫中正廟 那在那裡辦了很大型的活動 官方的也有 民間也大 都很大型 那我們 我們的話 我們是自面過去到中國去拍 但是在 台灣的這些活動 我們會參與 我們會去記錄 我記得 對 我們曾經有錄過一場 忘了誰辦的太太久的時間 全程的錄影 對 那 後來呢 鄭書立他們 就是 你那時候 不是 不是 你是先寫信給我 寫信 對 那時候都要用寫信 還是托人 托人帶信過來 說 紫朗普 那時候我才知道紫朗普 他說他們要做這個影片什麼的 我也忘了 忘了是 是 跟我們要了一些 一些 影像吧 那另外是不是 像 那個 玻璃心啊 光心他們 是不是就在我們 我們 我們工作室拍了 我也忘了 不是 我完全沒有記憶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 是不是在我們 那後來就是 他 美國弄好了 紫朗普弄好了 然後就 過來 然後台灣就 就叫我 叫綠色小手幫我發行 我好啊 怎麼不好 賣多少 我忘了 有沒有賣啊 有賣啊 順罩順罩 好 我忘了 所以其實 其實 其實我們合作過 以Videos當作一個 傳播的工具 其實就是 綠色小組的 一向的 的初衷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綠色來講 在台灣的話 好嗎 當然啦 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當時的 討論 就是說 當時大家關心的 這種 現在 感覺都蠻膚淺的 是不是在 我說我們 我們台灣這邊 關心什麼 然後關心說 哇 那邊怎麼可以用 唐客車的路 幹嘛 不談一些比較深入的 或是比較歷史性的 比較 要 未來是 不太談這些東西的 那 我還記得 台灣有個記者 是華士吧 還是什麼 去那邊 不過就是 拍那些畫面嘛 那 拍那些畫面 多少 像我們在街頭 是常常會碰到 那 就是警察要打你 或者 或者幹嘛的 哇 他大概嚇死了 你知道嗎 回來哭哭啼啼啼的 我 我 我能回想 只是這些 對 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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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靖傑堅持說 那個 那個歷史如何成為傷口的 五代是在你那邊嗎 是不是也算一下帳 怎麼能用早上 那個 回南伊大樓 搞不好在 搞不好在 有可能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 事實上是 呃 在啊 你找到了 那個 你次序有點搞混 那個 雖然我記憶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都在比記憶 那個 那個時候 像我因為那個 六四的時候 八九年不是在 在中國 在北京嗎 然後後來 我回到台灣來 那 跟俊傑本來就認識 那 那時候我想 最主要會說 我 剛剛從中國出來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那個 installation裡面 那個中國的電視 事實上是 你如果注意到的話 事實上 所有中國的電視 在天安門 幾乎都是用那個 topshop 就是 sabellance camera cctv拍的 所以都是高角度 一個監視的 一個大環境 當然也有那個鏡頭 切入進去 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那種 就是很正規 可是又很這種 讓你感覺到 就是說 政府的監視是 無所不在 這樣的感覺 那可是完全是一個冷的 就是冷的的一個傳播 那等到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打開電視的時候 就是剛好就是 就是 大卡車剛開過 這樣 大什麼坦克車 大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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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坦克車剛開過 所以那個整個這種 我是覺得那時候 我們看電視的時候 就好像特別的那個 melodrama 就把變成連續的人 那樣 肥皂劇連續的樣子 來陳述那時候 在天安門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一個 一種 原則上幾乎是一個 完全很 一方面又很浪漫 一方面又很感傷 一方面又覺得說 那台灣比中國好 把這樣子的一種 有點驕傲 在說 那個 中國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想那時候 跟俊傑合作 也是因為俊傑談到說 有 在台灣有幾個 學術者 就對那時候 這個狀況 就他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必須要可以 去分析媒體 就是說 有時候 有些時候 我們忽然間 沒有的那個能力 去讀 怎麼去讀這個媒體 怎麼去讀這個主流電視 他是怎麼樣去委屈 委屈 委屈 扭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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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消息啊 什麼之類的 我想我們 我們那時候常常說 我們在read 就是去study 去讀 就是一個 一個是讀 read這個字 就是說 好像我們那時候 常常會說 誰去讀 紐約時報 誰去讀什麼 哪個電視 就是說 怎麼去分析 怎麼去分析 這麼樣一個歷史的事件 所以歷史如何成為傷口 最後 跟幾個比較有批判力的學者 一起合作這樣 可是 我跟綠色小組的合作 其實我想那時候 八十年代 就是中期八十年代 我已經有回來台灣過 然後就慢慢注意到 那個綠色小組 有這樣子的 非常 對我來講 就是說 我等於就是說 從紐約回到台灣 然後在台灣發現到 有這樣一個 平行的一個運動 在好像抗爭主流店 是不是這樣子 那對我來講 就是等於是找到同志了 那 可是後來我想 是這樣子的 因為後來那個歷史 等我成為傷口 然後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 我帶回紐約以後 然後 感覺那種 就比較緊急的就是說 覺得就是說 事實上我一直 一直在紐約 一直在國外 慢慢知道說 在亞洲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媒體運動 也在發生 可是 都沒有被介紹出去 就是說 在美國大家也不知道 有這樣子的活動 後來我去申請了一筆 那個 紐約藝術基金會的 的錢 所以才後來就 做成了一個 五個小池的 就五個專輯 包括台灣 香港 菲律賓 中國 以及韓國 五個小時的電視 叫做 每一個 每一個小時 每一個節目 一個國家 是一個小時 那時候 D-Dish D-Dish 我們 我們那時候 我也算是 聲疊電視的一個成員 就是 那時候 Paper Tiger TV 做到八十年代的時候 就開始做 聲疊電視 因為我們覺得說 我們雖然是 好像在 一個非常地方性 紐約地方 紐約城市 地方性的一個電視 可是我們相信 全世界各地 有各種不同的 在這樣子做 草根 錄影 運動的這些電視 所以我們想跟大家聯絡 所以就開始做一些 比較 網絡的電視 那時候是 豬佑 那個衛星 去發行的 那我想 後來 我B-Caravan 那個台灣部分 就找了綠色小組 對不對 就是說 綠色小組 你們後來就把一些 很多資料整理起來 我們在 在國外 在紐約 找了翻譯成 有英文字幕 然後香港我想是 龍念真 對 交給龍念真 負責 不過他也收集了一些 你們的 作品都有 所以原則上 我就是好像 觸發了這麼樣 一個五個小時的節目 可是事實上 在每個國家 都有不同的人 在去負責 就等於是去 Q rating 不管是測 把這誰的作品 可以收進去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好 謝謝 就從 鄭竹立跟王志昌 談的 其實他們已經思考到說 這個作品 做完之後 如何被展出 或者說他跟媒體 如何聯繫 甚至是傳播 可是剛剛 像Alan 他提到說 其實你最早 創作的是 有點自閉的 或者說有點像 你自己得待而已 那我就會很好奇說 像在香港這邊 當你們在做創作的時候 或者說這個作品 完成之後 通常你們怎麼去 面對觀眾 你們是透過 什麼形式 或是他展出的方式 是什麼 當時香港的 我們主要的 發明的地方是 香港藝術中心 因為那時候 他們 他們的副教人 是比較 現在講是 當大是更開放的人類 當時非常開放的 他讓我們定時 在哪裏可以放 我們的 影片的創作 還有就是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 經驗二三面題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給我們 可以做小圈子的 談論 所以 當時我們覺得 沒有什麼 發明的問題 沒有 好 你可以打算 除了在香港 放之外 我們其實都很努力 這樣 將一些 影片傳到外國 那 初頭我記得 我第一次 可以去外國的 就是 去了東京 有一堆的影片 都去了東京 不知道什麼 影片藝術的 Festival 是 是的 那 由這樣開始 其實我比較喜歡 這樣 因為我不用面對觀眾 不停會寄一些 作品出去 在外面放 在本地的放影 其實都只有兩個 所以其實要處理的問題 都很簡單 巴爾人補充說 除了在香港以外 他們也很努力地 把錄像 吃到國外去 以他本上來說 他第一次作品 在國外展出 是在東京的一個 都下藝術的活動 然後 其實除了他的作品以外 也有一堆 香港的作品 有繼續那個活動 後來的話 Alan也比較傾向於 用這個方式 因為不用面對觀眾 香港的話 本地就剛剛提到 只有兩個地方 所以他慢慢單純 這次我們在佈這個展覽的時候 其實也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說 有很多作品 他可能在80年代的早期 那在80年代早期 這些作品被製作出來之後 甚至沒有公開過 所以我們也在想說 要用什麼方式去重現這些作品 在展覽的時候 香港也有像電燈的作品等等 所以後來我們想了一個方式 可能會比較符合當年的時空 就是我們找了很多的那種 就電視來放映 當然我不曉得說 這個 這些藝術家們看了這個展覽 他們是怎麼 會怎麼回應 因為這個也算是 就是說 策展方的一些假象 就是說 也許這樣是最符合作品 被觀看的方式 那所以我想要問各位就是說 當然就阻力這個是很明確的 五個裝置的影像 那綠色小組的開播片 這個是當年版 都是在電視上播出的 可是像你們兩位的作品 的展出 當年第一次展出中 你們在預想的時候 他們是什麼形式 我通常第一次做大放的 都會是 如果是在一個展廳 例如一個戲院 他們好像是很後期才有 製造 都是用電視的方式 有用過電視嗎 有用開球 我覺得是有無電視 雖然無電視 雖然無電視 藝術中心都是比較遲才有一個 製造 製造 我們才可以在一個影院 那裏放到製造 製造 但是 因為 我做了幾年之後 其實我都開始 explore Vu installation 這個 所以 之後 其實選擇 用螢幕做 還是用電視做 製造 之前的作品的話 在早期 在鏡面二次電體的時候 他們通常是用 影像廣的電視機 譬如說28吋 30吋 去放 而向海藝術中心的話 是比較後期才有投影的技術 就會變到 是在大門藝術中心的電影院裡面放 不知道你們本身 他其實 做了幾年以後 他也開始去開 通過錄像狀況 所以也會 有很多因素去思考 收到你那次的作品 應該用電視機 還是用投影的方式呈現 我覺得 這個類型的 狀況 有它的好處 好處就是 我們一 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一個上方的 主題的 狀況 在一個空間出現 但是 但是 看著的 觀看著的 注意力 可能 不可以 那麼的專注 你看到這個 要看這個 有心意在這裡出現 然後有 兩小的心意 還有人不停的 流動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騷擾 我覺得 我覺得 對每一個作品的 軍隊 助力 可能是 小兩一點點 所以 所以 如果 每一個作品 還可以在一個 黑色的 很近的空間去看 可能 感受 社會不同嗎 對 除了在當代的 這個展出之外 事實上 在影展這邊也安排了兩場 是在 應該是三場 是在電影院的放映 包括 香港的作品 和台灣的作品 會在明天 後天 大後天 在華山光景的作品 大家可以去體會一下 不同的 外商藝術品的方式 那 呃 我這邊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呃 呃 我們試著去 去回覆這 這次展覽展出的 二十件作品 你會發現香港作品 呃 有很多作品是 還有很多 創作者 一起做的 對 對 一起做的 好像某種程度上 他們有一個社群的關係 或者是說 你看 從80到90 或是90之後 這間作品的產量 其實還蠻大的 是不是可以說 有一種 所謂錄影的浪潮 創作浪潮 也好 齁 有一個錄影的運動 是不是有在香港 這樣子發生 甚至因為我們知道 香港有一個專門 在收集錄像的軟體嘛 DEOK 對 就是 也是你們所創立的 齁 我想談一下這個問題 那台灣這邊 剛剛鄭楚立提到 其實 有一點像是說 呃 好像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作戰 那 有機會大家串聯起來 可是當年 呃 當然預測角度 它是一個很顯著的 呃 說我們講抗爭 抗爭影像團體的一個代表 齁 到底當年 呃 像鄭楚立所知 有 台灣有沒有這種 錄像的趨勢 或者是說 呃 呃 紀錄影像 在80年代 齁 你們你們所理解的 有沒有像香港這樣 好像有一個社群 或者是說 呃 這個運動是有興起的嗎 呃 我們先請 從香港這邊 呃 呃 我們 我們 我們所謂的社群 其實都不是全部拍攝 其實是很多時候都是 我們 呃 呃 呃 我們會 我們叫他們 他們是願意幫我們 一起做 那這個是一個原因 好像感覺到 有一個 有一個成分在 就是 全國 行藝界的 朋友 然後我會 你老家自己 都從來 都會給我 光燒 其實所謂 剛剛提到的社群 也不是全部是做 錄像的 因為譬如說那一次的 製作 假如是在今年20年 體去做的話 那它裡面的產源 其實都是創作者 然後有一些創作動畫 有一些動作 平面的設計 有一些甚至是寫文字的 我們一般稱他們為 英文件的朋友 那只要我們叫到的話 其實大家都願意來做的 至少在還沒吵架之前 大家會是朋友 我們有一個人的不同 我的意見 呃 我覺得 這個是答的 呃 我覺得 86年和 知道這個 92年93年 呃 我啦 Ellen啊 還有另外的 毛 毛 魚啊 王自費 柔精 這幾個人 我覺得我們是主力的 還有這些 還有其他人 因為我們就是定期的去搞一些範圍 就是 我們 我們 一個月之後我們就再見了 每個人都去派 我通常做的身份就是什麼 我打電話給他們 那你又創作了 你又創作了 然後我們在一個月後 就可以有一個gathering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好像是 不是一個運動 但是是一個 嘖 其實這事情我們就是很有 很有興趣去做 所以 因此已產生了 Vidotash 因為就是我們覺得 這個力量 這個 這個 有一定的 呃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影 這樣去 影距離 所以我們就創辦了 Vidotash 我覺得 Vidotash是個 高橋 Clinex 然後 但是 在1993年以後 Vidotash的技術 是非常的 非常的進 進步 就是還有這些 別的機構 譬如說 香港藝術中心 營 以及 有別的 團體他們出現了 當然他們還是 有時候還是以電影為主 但是 但是 Vidotash Vidotash 拍電影也是 比較普遍的 所以 所以 就是 我覺得 香港 沒有 Vidotash 是沒有 但是 但是有個症状 就是 Vidotash開始 但是 一路的 曾經 就是 有別的機構 出現去 去 去 我 我一定要提一提 其實 在香港 如果要做一個 所謂 Vidotash 我相信 不能夠不提 Vidotash 他們本身 是一個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組織 Vidotash 組織 他們 是有點像 綠色小組 那樣 是有一幫人 一起去記錄 香港的一些 居民的社會 社會 社會 運動 但他不是 真的做社會 他是想記錄一些 社會 或者是 居民的 社會 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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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好像 你說的 剛剛 哈哈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你看到這個 你們又去看這個 古靈咒 古靈咒 我們就是很很開心的去 去 去分析 假如提到香港的 錄像的社群的話 必須要提一下的是 Vidotash 錄影 他們其實在香港 有一點點像台灣的 綠色小組 他們 美國覺得是 記錄這個 社會問題 或者是社會 衛動的 然後 Ellen覺得是 記錄一些 居民鬥爭的 因為他們 我覺得 我覺得 他們是做 Activist的工作 但他們 不承認 他們 做了這個工作 他們覺得 他們想記錄 民眾的 鬥爭 記錄 給他們 他們自己去 討論 那件事應該是怎樣 發展下去 那麼 他再站後一點 就是 他自己本身 不是一個 參與運動人 他只是幫助 那些 參與 不是運動 可能是一些 專門的 漏分 然後 令到他們可以 利用回 這個Document 就是利用回 這個Document 可以知道 下一步是怎樣做 怎樣去 再做這個 運動運動 因為 Alan有跟 錄影音量的人 討論過 然後他們 甚至不覺得 自己是一個 Activist 他們覺得 他們比較想要做的是 紀錄民眾的事情 然後給民眾自己回去 可以去討論 到底之後應該如何去發展 所以他們是站在一個 更後面的位置 而不是直接去參與 社會運動 然後錄像在這裡 會成為一個文件 來供民眾本身去討論 但CNPOW 其實 它的名字 已經告訴你 它是相信 影片 尤其是當民間 可以利用這個工具 的時候 它是有POWER的 它是有這個力量 可以幫我們發聲 幫民眾發聲 亦都可以 希望 希望 會改變到這個社會 但是 他們 其中一個成員 其中一個成員 V2POWER的其中一個成員 都在這裡 是有一個作品 鄭志雄 這個 其實是 他是一個 當時來講 八十五代 我們做V2POWER的時候 他是一個 中天分子 之類的 港湖的傳統群 都還要有中天分子 V2POWER 他其實錄影音量 你光看他的名字都知道 他其實是相信 民間交會 利用到錄像 這個工具的話 是可以 讓民眾有一個力量的 讓他們可以去發聲 甚至可以希望去改變社會 那回到這一次的展覽的話 有一個作品 東方紅 他是 就是鄭志雄導演去拍攝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現在Alan和他們 就是在做V2POWER 但是鄭志雄 還有另外一位 Jimmy Charles 還有蔡幹全 他們兩位 就是主要在做V2POWER 都有一樣的動作 其實差不多 都是因為八九 所以他們放了 哪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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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這些 就是 但是 一定是 後 我記得是來自 有一個音樂會 在石澳 有一個音樂會 他們是第一次聚會 然後 在不知道哪裏 找到一些他們不認識的朋友 一起聚責 然後 那天 那個音樂會之後 就成立了V2POWER 是一個很有趣的 程度 其實都有他們的那個音樂會 然後我跟她說 我就不參加妳們 那個 我就做BDU Parts 我們各自做吧 應該是在1989年的時間之後 其實在香港有一個地方叫十澳 然後在那邊有舉辦了一個音樂會 那個時候正式送她們去邀請很多不認識的朋友 一起來參加 當時Anne也是其中一位 那很有趣的是在那次音樂會之後 這個聚會當天結束後 他們就直接成立了錄影力量這一個團體 但Anne就跟她們說 好 沒有搞錄影力量 我就專注做錄像 所以其實 紀錄片來說錄影力量 也算是香港玩具代表性的一個團體 那王子跟鄭導 你們對我剛剛提問這個問題有什麼 讓我一下 好 80年代 對 就是說80年代以我的觀察 就是說綠色小組算是台灣第一個監獄式的團體 那其實我們成立以後不久 大家其實看得到就是影像傳播 他的力量 所以很快的我記得好像不到一年吧 另外一個成立了一個團體 跟我們類似的團體叫一山影像 一山影像 另外還有一個叫營火蟲 但是他們都是比較短暫就結束了 比較短暫就結束了 那 但是 但是 單獨個人在拍的也不少 不過大部分是跟我們一樣 就是做為一個紀錄 做為一個紀錄 會把它當作是一個藝術來創作的 所以當時是 在台灣是比較少 是比較少 就把當作一個紀錄的工具是比較多 創作的工具比較多 個人方面 所以呢 我可以舉個例子到90年的時候 90年台灣不是有了耶帶和學運嗎 那麼其實就是相當多的個人在拍的 個人工作室在拍的 那我在耶百合學院之後 我就看到這些人其實 那個 那個是耶百合後來搞好幾天嘛 然後場子又那麼大 其實我 我們當時我們是維持 維持24小時 都在 那白天的話會有雙機作業 晚上的話就是單機 一定都在 那各的公司我相信他們 你也辦法這樣做 那我也跟他們聊過 他們看到這種場面不知道怎麼拍啊 真的不知道怎麼拍 真的不知道怎麼拍 所以後來那是3月 那5月呢 5月呢 5月又來了一個大型的活動 叫做 反好 反對好佛春 當新的院長 一樣是到中正廟去的 那時候我就把那些 那些個人工作室呢 集合起來 我說這次這樣子 我們一起來拍 一起來拍 結果 那一次總共有八戶機子 八戶 八戶來講是相當好運作的 我就利用這八戶呢 我們開始分配動作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這什麼 所以呢我們那次去拍到 不少 不少 就是說假如 假如 光是我自己的話 光是綠色自己的話 三戶機 是拍不到那麼多的 我們總共有八戶機 八戶機 八戶機 所以 現場可以 可以拍 那當時呢 五月的反好 蠻有趣的是 他們有一些活動是 很激動性的 像小蜜蜂 我提一下小蜜蜂 他非常有創意 小蜜蜂 他為什麼叫小蜜蜂呢 他學生 非常有創意 兩個人一組 兩個人一組 騎著一個摩托車 後面呢 坐在後座那個人 拿了一個噴漆 拿一個噴漆 然後街上在跑個公車 公共巨車 他就 車子就貼著公車跑 然後這上面就噴漆了 就噴反好 反好 哇 你現在看到 就是變成是 是滿街跑他們的火廣告 那像那個畫面 我們也跟著拍 哇 現在看起來都很好看 很好看 然後到電視台去噴漆 電視台去噴漆 他們的電視車子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採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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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謊車 到處吞 非常有創意 非常有創意 尤其是那個 在公車上吞汽車 這是免費廣告 才這樣跑 非常的創意 那我提到這件說 其實在台灣那時候 已經進行程風氣 大家看到說 這個Vigo的 它的爆發力 對 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在煩好的時候 那時候才會有把握機子 去拍到這樣子的畫面 那 再提一個就是說 89年 89年底 我們不是綠色電視台成立嗎 那更早之前 其實 其實這個電視台 成立是不太容易的 我們 我們大概籌備整個過程 大概 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 第一個你要 這機器要從哪裡來 去東美清國 到底能不能 所以這整整一年 那這事情是 只能做不能說的啦 所以是一直到最後才公布出來 那這之前呢 他當然也要在選舉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藉著選舉 大家在關心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去成立 然後大家把這議題更突顯出來 那選舉之前呢 我另外有一個想法 叫做ENGEMO 所以ENGEMO就是因為 當時台灣在拍的 已經非常非常普遍了 我的想法是 選舉的時候 選舉呢 可能選前一個月 我就會開始做了 譬如說 台灣 台灣全島 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在拍嘛 我把這些人都集合起來 你拍地方 你拍你地方的東西就好 那 由台北綠色銷售這邊 我們每天 走高速公路下去 每個交流刀下去收 收毛片 收毛片回來 在台北製作 那時候還沒有辦法 像現在要用網路傳啊 所以一定要把台北拿回來 然後在台北製作好了以後 第二天下去放 再把當天的片子再收回來 這樣子的話 你國民黨人的老三台 今天的新聞 你們今天看得到 我們做不到啊 但是我們明天看得到 你每個地方 各個地方都他們有點嘛 反正對黨也好 他們有各自 也適應團體他們也有點 他們很自然的就是 因為晚上就會一群群眾過去看 這就形成一個很大的力量 可是很可惜 沒有辦法做起來 因為可能 就是人的關係那種種 蠻複雜的 不然 構想是相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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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北的話 當然就 再配合上 綠色電視台的話 那跟那一年一定更好玩啊 這是我 就是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當時 這個你也有在台灣的 狀況 對那個 對我來講 因為我自己個人 在整個創作的過程當中 我想我一直都是 有兩種路線吧 就是說 某一種 某一個路線 就是說 我比較做 集體創作的作品 然後另外 當然有我算是 比較個人的作品 那我從 紫老虎電視 到聲疊電視 以及後來我去了歐洲 我自己就創了很多這種 合作的平台 就是說 一個collective的名稱 集體的名稱 拿去做一些作品 事實上 現在我正在進行一個 一個計畫叫做 菌絲網絡社會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 又引用那個 菌絲 就是那個 mushroom 就是香菇的前身 有沒有 香菇的種子 這個 算是 菌絲這樣 對 菌種 對 就是這個 菌種這樣子 就是 菌種的 菌種社會 菌種網絡社會 這樣的 那這個 這個作品也是 就是說 跟很多人合作 而且希望 等於 引用 菌絲的 這個 它可以在地下 蔓延的 含義 來去聯絡 很多不同的 全 又是全球世界各地 不同的 alternative 的地方 不同的 有在用 這個菌絲 來做為創作 媒體的 藝術家 還有各種 不同的 BioLab 這樣子集合起來 所以我想 我一直都有 還有另外 好像說 我在倫敦 也有一個團體 叫 Take 2030 就是 Take 2030 那也是一個 就是一個團體 這樣 一起合作的 機會也做了不少 做了幾個作品 所以說 我自己覺得 我一直有需要 做這樣子的 集體創作 他們提供了我 可以實現一個 比較龐大的計畫 還是有關 網絡的計畫 我就可以實現 雖然我想 某一個程度方面 我也開始比較 著重做 自己所謂 所謂 自己一個 所謂藝術家作品這樣 所以在這條路線上 也有一些發展 這樣 那 我又強調 就是說 事實上那時候 在 又是拍了這個 天安門這個 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 那時候 事實上我是自己 拿了一個 小型的 Videocamera 就去了北京 那 在那個時候 實在是沒有考慮到說 要有一個 一個群體去做 因為 原則上 那個情況 比較 好像比較 敏感一點吧 而且就是說 而且就是說 再跟這個 學生 就是說 學生之間 你去拍攝學生 你跟學生的 之間的關係 就變成真的是 一對一 就是說你拿著一個 小型 攝影機 反而 他們 他們 原則上是 非常反對媒體的 就是說 雖然他們一直在做 他們沒有這樣子的影像 那時候 在中國還完全沒有 這種樣子的影像 拍攝 所以他們 唯一的媒體就是 印印子 印報紙 就是說手印報紙 就拉著那個 手印機這樣子 印報紙 還是寫大字報 就貼了很多大字報 所以這也是 他們的一個 medium 就是一個 傳送出去的一個工具 所以像我 可以持有這樣一個 比較 電子的 這種技術 我吃了一個 錄影機的時候 事實上 我是處在一個 蠻敏感的 一個 身分 就是說 他們有時候也會 管理說 那你是哪裡來的spy 你哪裡來的間諜 偷拍我們 還是怎樣 所以原則上 你必須要很公開的 跟他們 有一種 接觸 然後去拍 這個整個片 整個那些 記錄出來的東西 拿回美國 也是自己點出來的 所以事實上 那時候還不大曉得說 這個作品 怎麼樣去呈現 怎樣去發行 所以最後 最後有一個機會 可以做成一個 裝置的東西 我想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 都在思考 就是 可能比較說 如何在一個 做自我創作 以及一個 集體創作 集體合作 這樣子 得到一種平衡吧 是不是 你會不會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 是 我覺得是同意的 因為 其實錄像本身是一個很個人的工具 但是 去到 你要面對群眾 或者面對 濟流觀眾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 它每次一個電視 其實是 是一個 網絡 電視本身是一個網絡 現在 其實我覺得 社交媒體 都是一個 這樣的 一個這樣的 再體 即是 如果你在社交媒體 做創作的話 其實是等於 我們在 電視的年代 做創作一樣 面對的 我們在同樣的 遊戲裡 巴爾倫是同意的 因為 錄像它本身是一個 很個人的工具 但當你 面對觀眾的時候 就有點像 在電視的年代 電視 它本身是一個網絡 那到了現在的話 去比較其實 社交媒體 也是一個 在體 它也是一種網絡的形態 假如你現在是 發表創作在 社交媒體上的話 其實它也是有點像 在電視年代的狀況 好 OK 我們先暫時聊到這邊 那還有一十分鐘左右 我想 給各位觀眾 來開放 問答 那 有問題的 都歡迎舉手 看大家 各位好 這邊有一位 可不可以幫我 避免麥克風 那 我有兩個問題 想要給Alan 還有Main 就是 想問Alan 就是剛才 你提到 這次去做的一個工作方式 然後之後 我們開始思考 觀眾的位置 然後 你有做一個作品 是1990年 在那個劇場 Alice gives them the appear anymore 然後你有做一個 在樓梯上的 interactive video installation 然後 我覺得好像 有一點 dang brain的那個 作品就是 的感覺 就是有 他們使用鏡子 或者是 就是Line camera 的方式 把觀眾拍進去 然後 我們很好奇 你今天做你的技術 還有美學 這樣子 然後會不會請 聊一下這個作品 然後第二個問題 是給Main 是有關 因為Perasite 有出你的一本畫冊 然後裡面有整理 大部分都是路上的作品 好像是Done的作品 是比較早期 看起來好像有一種 從 就是轉到 Video 可是剛才你有說 對不起 這不明白 對不起 不說 他不太明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慢一點 慢一點 就是 好像你有一個 轉向 80年代的轉向 從 轉到 Video 對 然後 你剛才有講說 你在Video裡面用了很多電影的美學 嗯 那我想知道的是 你在Video裡面用了什麼美學 是指屬於Video的 然後這兩者的對話 就是 好 你為什麼選擇轉向Video 好的 是技術上還是美學上的問題 就是這兩個問題 好的 你們應該說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德國的工作坊除了給了歷史的感 讓我知道我會面對歷史之餘 其實是真的面對那一件事 因為哥德其實都有要求我們做完之後做一些放映 其實都會面對觀眾 都是一個對我來說 因為其實我都不是拍了很久了 剛剛開始 所以對觀眾的想法 就是說拍攝的會不會看得懂這些想法 或者是究竟市場是怎樣 比如這些想法都會開始去想 之前德國的工作坊除了開發了 Alan去思考歷史的問題以外 也讓他去思考如何去面對觀眾 因為其實哥德權那個時候有要求學員們 做完重點之後也要去放映 當時的Alan其實才剛開始去做理想創作 所以對於觀眾到底要不要讓他們看明白 還有就是那個市場是如何的 這些思考也是在那工作坊才開始去拍破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90年的作品 其實很少有看過 對我來說是因為從那時候開始 應該說89之後開始 很多的題目都是關於香港的 例如香港移民 或者是90年其實都是過了 其實還在八九的漁波都未曾平伏到的 其實我是想在一個 一間舊屋的空間 他們是有一個人給了一間舊屋 我們是有三層樓 是不收我們錢給我們用 我們做一個installation 我們與兩個朋友 都是盡量的朋友 一起做一個installation 我就負責video的installation 他們有一個就是來負責演出 另外一個就是有一層樓 上面的頂上有一層樓 就是他們負責另外一個installation 我就專門拿了那些 就是一層樓和另一層樓中間有一些樓梯 我就拿了那些樓梯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過渡 或者那個是一個很可愛的空間 我就拿了那些樓梯 然後我覺得樓梯其實是很不穩陣 因為你可以上可以落 而且可以跌下去 我就覺得如果再令它 再不穩陣一些是怎樣的 那不如我給它一些鏡子 讓它可以看回你自己 然後那些鏡子 其實也不是真的看回你自己 因為我又把video的projection 是有一個video的 而是自己在頂上 所以你走的時候 其實你又看到你腳下面有很多video 而那個video的公仔 那個image就是一個 好像feedback loop的樓梯 所以其實是有點像K字角的 Sightful 很多很多樓梯的轉移 剛剛觀眾提到的1990年代的作品 其實很少人有看過 那對Alan來說的話 其實可以先談大氛圍 當時香港雖然在1990年 但其實還存在1989年 六四事件的雨波當中 那Alan本身的話 從1989年之後 他的作品幾乎題目都是在場香港的 譬如說香港的移民或其他遺體 那剛剛提到的90年的這個作品 他其實是有個人 他剛好有一個三層樓高的舊屋子 然後可以免費讓他們去做創作 那Alan 就跟兩個朋友一起去做裝飾 Alan 他負責的是錄像裝飾 然後另外有一個朋友負責演出 然後還有一個朋友他就是負責在頂樓上面去做另外一個裝飾 他們三個都是這個鏡面 鏡面都是面停的朋友 那Alan 的這一個錄像告示 就是使用了這三層樓的全部樓梯的空間 那這些樓梯他覺得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空間 他象徵的是一個過渡的空間 非常有趣 不穩定性在於他可上可下也可以跌倒 那怎麼樣去讓這些空間更不穩定呢 就是Alan 去裝了很多很多的精子在裡面 鏡子一方面可以讓你看到自己 但也不只是看到自己 因為他的鏡子 那個空間上面他有架一些錄像的電視機 然後透過鏡子你在下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 那個錄像的反應的那個影像 然後他的影像創作內容本身也是樓梯的一些 Hit-by-loop 的一個 不斷輪迴的一些樓梯的空間的影像 所以在這一個裡面 他其實有一點像 他看戲劇套課Hitchcock的那個 三國的那個作品的效果 就我們也不去 嗯 這個你有啊 嗯 這個是比較複雜的問題 我開始的時候是拍這個蘇佩儀的 我是有練這個電影的 這個這個課程的在中英文大學 當時就是電影就是你要在拍的時候 在光 因為電影就是負片 就是這個負片 就是在光 在光那個chemical的reaction 所以完全這個一個影像出現的 這個情形是不同這個video的 video analog 現在是digital什麼什麼 但是我當時真的是 我在85年還是拍這個蘇佩儀 但是我85年就是用這個video 所以在我來講 哪個時候 我完全是沒有到 virus有另外一個事情 因為在我來說 我最要緊的就是 搞一些moving images 你電影可以給我這個moving images video也可以給我這個video image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就走過去video 當然哪個時候有原因呢 因為香港的數位沒有市場 沒有供應沒有充實 所以我就 必然要用這個video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在美學方面 電影完全是不同video的 就是我剛才講 你在拍之前已經想清楚 怎麼打光 怎麼去場面調動montage 就是他自己有的電影的語言 電影的美學 去令我拍電影的時候 我就是用那些語言 去監控我的電影 譬如說我很喜歡Person 法國的道遠 我非常喜歡他的作品 所以我在拍的人的時候 我就有 有些時候就用他的方法 定見的 不擺動我的電影機 去capture those images 所以電影就是電影 但是Midu現在 我已經轉過來了 有什麼不同呢 Midu就是剛才每個人講說 他的實性 immediacy 他的強度 他的強度 他可以在 事後我們會做很多 post production的改 改 改 收進 如果都是不夠光 你可以拍 拍啊 然後在這個post production的時候 我可以再調動哪些畫 所以完全整個production的模式是不同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video的美學是不同的 因為他有很多事情 可以在事後去做 尤其是現在 我剛去年也拍的這個video installation 我完全是用了這個很慢的速度 去拍一秒還有一秒 一秒八十七秒 一秒 非常的完整這個installation 平常有187秒 對 很慢 現在是150公斤多了 現在我大概有255 這個是video的特色 但是在電影 早上也不可以慢的這個程度 但是說完了 還是電影就是 完全在我的思考 在我的剪 editing的時候是不同 但video的時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解釋的 但是很奇怪的 現在到發展到現在這個時刻 我們都知道很多重要的電影的 filmmaker 譬如說Burkman 他最後也要用這個video去拍電影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辦法 已經沒有人用了 現在所有的電影 都倒遠的是用 今天都是用video 所以現在我覺得 路上和電影是 兩個人一起變成一個人 所以 但是我很高興就是我有機會 在電影 慢慢的走進去video 現在 我很想 怎麼老 但是很想 我再拍一個長片的 知不知道 但是我想 不可以再用肥狼 我想還是用video 但是在剪片 在構思方面 montage 什麼什麼 我可不可能用 用為電影的美學了 我就是真的不知道 好 謝謝 好 還有問題嗎 那邊 我想請問一下Alan剛才講到 就是剛才沒有聽到很清楚說 剛才講到說跟錄影一樣的關係 後面的關係這個部分 因為就我們所知 就是可能錄影 我們所熟悉的錄影一樣 可能跟剛才Alan講到 他對於那時候錄像 跟運動的關係 是蠻不一樣的一個構想 然後可能 錄影一樣是完全跟運動 站在一起的 或是 不管是這次熊悟還是 拍那個新聞片台的時候 他可能 一直是 跟居民不斷的討論 檢討 或是激起行動 那我請問一下 就是Alan後來跟錄影一樣 這些互動上面 有沒有怎麼樣去遺憾到他自己的創作 或者是 兩個人怎麼樣 的互動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 我還是要請問 是那個鄭屬於 是 剛才講到說那個 Making News Making History 的部分 有講到一個美國的觀點 這個部分 就是 因為當中在看那個 錄像作品的時候 也是覺得很 有感興趣的是說 通常我們在幫您 在看到這種 Counter的媒體的 或者是 錄像的行動 的作品的時候 可能就是 Counter的兩元 兩二元的一個 對抗的狀態 可是 剛才鄭導演講到一個 好像看似中立的第三方的媒體 在美國的部分 不知道鄭導演 有沒有看到這個部分 就是在 二元之外的 另外一個 第三方 或者是其他的 創作者跟紀錄者 有沒有在當時會去 更意識到這個 或者是中港 中台 或是政府人民之外的 第三方的存在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先請兩回答 我跟Videopower其實是朋友 到現在還很朋友 不過 因為 就是 跟創會那班是朋友 因為現在已經轉了 所以 我其實 就不認識 現在的 Videopower 其實 最初的時候 我知道 因為其實Videopower 在那時80年代 其實都是一個 屬於一個 新的媒體 大家都 未曾知道 究竟自己想 怎麼用 這兩個 當他們跟我說 其實主要是 蔡金全和 鄭志雄 他們這兩位 跟我是比較熟的 就跟我說 他們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想了解 多一些 他解釋給我聽 他們做的什麼 我就知道 他們其實是會 跟居民在一起 去 談他們的運動 我 我經常都會 問他們 要做什麼 因為 當我成立了 Videopower 跟他們說 我們一起成立了 Videopower之後 其實 我剛才都說 因為我們 經常都會找一些 作品傳到外國 所以 我經常都會去 查一下他們 究竟 他們會不會做一些 是多少少 美學的東西 放進去的 如果有的 或者適合的 我們都會邀請他們 一起去 那 其實 Videopower 錄影力量的人 到現在為止 也是Ellen的朋友 那 現在所指的是說 錄影力量早期創立的那批人 因為現在他們的人 幾乎都已經換了 那目前的這一批 Ellen是不認識的 那 Videop在1980年代的時候 是一個新媒體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怎麼樣去使用 然後Ellen比較熟的就是 剛剛提到 正式熊號 然後才跟全兩位 那他們兩個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會常常找Ellen 然後去解釋 他們想要做的什麼 就是去跟居民一起去討論 但Ellen這一邊也是很常會去問 他們到底 這次在做什麼 因為就是 剛剛提到Ellen跟MMA 當時也是成立的錄影力量 錄... 錄... 錄影太期 錄影太期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就是要常常找一些作品 寄到外國去 所以他們也會去留意說 錄影太期最近的作品 會有比較多一點的美學 但也會邀請他們 我在Videopower身上 是學了一個新的字 即叫做Enfoking 我覺得到現在來說 我都是... 暢語 暢語 對我來說 都是Videopower身上的 Ellen在錄影力量那邊 學到一個字 Allocate 倡議 到現在還是印象很深 因為他覺得這個就是 Videop的力量所在 我想... 那個木材 我們那時候在裝置這個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討論 當時候就是 鄭主力的這個 已經確定是5坪了 那... 本來我們的想法是說 把4坪放在這一面的牆 然後把美國的那一面 放在這一面的牆 讓他們兩個好像 很相通對話 然後鄭主力就很緊張 趕快寫東西來說 我的構想不是這樣 趕快要自己講 對我想... 這個... 那時候剛開始 設立整個裝置的話 就一直就是把美國電 是一個非常powerful 非常... 就是全球滲透性的媒體 把他... 就是說... 會把他放在外面 就是說... 然後你一進去 好像等到... 等於是說 去了中國以後 那... 也許也有可能 也許也有可能 另外一個方式 我想... 在做裝置品的時候 你的擺設是很重要的嘛 所以就好像說 你進去裡面吃個電視 事實上在美國展覽的時候 是一二三四 而不是一二三四這樣的 可是原則上就是說 不會把說 哦... 放著面對面好了 好像說如果你是放面對面的話 好像說 政府跟學生在對談 事實上那時候是 完全沒有對談的可能 就是說... 所有的... 可以對談 可以... 交換意見的那些頻道 都已經被關注了 就是完全沒有頻道 因為... 學生最主要的重點就是說 政府不了解我們 政府誤解我們 那... 政府的觀點就是說 你們就是... 什麼... 叛變啊 什麼... 就是... 報名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種... 那時候簡直就是說 你的感覺就是說 所有的可能交談都沒有了 對談的... 不可能 所以才會是這樣子一個... 一個擺姿 那我想... 主要還有這個作品就是說 必須要處在一個非常... 冷靜的擺姿 就是說你不能讓這些... 呃... 本身已經那麼... 手動的影像去發生任何關係這樣子 所以... 越是... 中立性的擺姿 會是... 對我來講會比較好 所以... 可能整個... 那時候的概念是這樣子 對... 那... 大家如果去展場 其實你第一個走進去 會發現你先會有一個... 衛星的... 背板 作為隔板 那我們是希望說... 讓觀眾先感受到... 所謂的... 剛剛... 我們講... 美國這種... 有點像傳播拔拳 然後你在自己去拔線 其實真正的東西是在後面的 當然這個是一種... 展場設計的敘事走線 那... 呃...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在展場其實也有... 幫這些作品稍微區分了一些區塊 所以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 那因為時間已經沒有了 呃... 等一下...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 我們可以私下再聊 那... 下一場的論壇會在... 大概三點... 三點半... 三點四... 三點半左右開始 那下一場會有更多的獎者 那會有更多的老師來主持 那... 今天我們先到這邊 那我這邊簡單做的結論 呃... 其實像... 我覺得綠色小組 他當然是某種台灣政治紀錄片的代表 或是開山主持 他提到的一種... Videor 作為政治表態的... 的行動 可是我剛剛Tim Barr 有人在... 或是他在講 就是說... 基本上... Videor 也可以回到個人的創作 或是說... 有點像日記 我們講就是電影 Videor Diary 這種... 也就是說... 事實上... Videor 如何變成一個 Art 這個問題... 好像... 是可以再值得去... 去... 辯論或討論的 那... Videor... Videor 之所以可以為一個 Art 它也不是一個絕對的說... 只有... 唯一只有把它看成什麼樣的創作方式 它才可以變成一種藝術 我覺得這個是... 也算是這次展覽裡面 對話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也可以... 幫助我們再去想像... 紀錄片跟錄像... 甚至是電影 或是其他動態以下的關係 那... 今天我們再次謝謝這四位講者 也謝謝各位觀眾們